恭喜你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生日之後的第一天就開場了 是啊 這個生日是不是很難忘 其實是 我反而是 這次生日的感覺沒那麼厲害 因為真的有一個表演在 所以我是沒有慶祝過任何事情 我就是專心籌備我自己的表演 然後就是 今天才再慶祝 昨天是真的生日版沒有的 沒有 我就是想沉澱一下 我想真的完全整個人 我身心都是為我自己的表演 因為我不想有任何的差池 你那生日有怎樣過 我也是 看一下一些歌詞 然後就 聽一下一些音樂 冥想那些 等自己冷靜一點 很奇怪 因為始終是自己第一個表演 然後就 真的很緊張 是你不想的 就是我是 其實平時我睡覺 睡了很久 但是今天是自然自己 五、六點就醒了 是很明顯 心情真的影響了 這樣 是不是壓力也有關係 有啊 但是開心的 就是我是 期待這件事發生 但是同時間也有些壓力 是的 但是現在真的 中了口氣 我已經哭到 樣子也不同了 但是我覺得自己也很厲害 就是其實 本來是哭得多一點的 嗯 就是這次也很忍得到 是不是 是啊其實 我也覺得 還可以好一點的 就是幾分之幾的時候 我不小心看到我媽媽 然後拿著紙巾 在這裡印眼淚 然後我突然一下 一下子破功了 就是如果我不是看到她的哭 其實我想我頂得順的 唉 但是幸運 是不是全家 是的 就是媽媽而已 是的 他就做代表了 然後就看到她在那裡抹眼淚 然後就說 媽媽不要抹了 不要再抹了 你有沒有人在咪咪中說 媽媽不要哭 你哭我就哭了 沒有 我已經哭了 我已經比她哭得更加厲害 所以我講不到話 哈哈哈 其實整個表演最感動 是不是都在這個位置 嗯 是的 因為 即你別說 我想哭 因為整個表演 我都用了 即後三、四個月 即半年 基本上我籌備的時間 正式籌備 其實我都真的 每天不斷不斷地練歌 練到很晚才回家 所以其實我 我這半年裡面 其實沒有陪過她 所以看到這一刻 唉 她知道我的心意 然後我就 忍不住 哭了出來 然後我會不會陪多一點媽媽 是啊 我陪多一點她 因為真的有很長時間 沒有陪過她 你有沒有請些什麼 哈哈哈 報答一下她 吃東西啊 或者怎樣 我想都是陪她 逛街吃東西 這樣 都OK的 唉 謝謝你 唉 對不起 我才是真正的大哭包 哈哈哈 哈哈哈 反正是不是多謝小薯企 那方面都忍著哭到 忍著哭 就是不哭 但是媽媽就哭了 小薯企都哭了 因為重演的時候 我哭成 不可以說的 我哭得很厲害 真的 但是那時候 幸好有重演 就是 那時候有些什麼 就哭了她 那這次 真的正式了 就不會再這麼失控 有沒有看過哪些歌 特別你在哪些時刻 是哭得你很厲害 特別的一首 我其實唱《銀河修理員》 接著《飛》 還有《Not the First Take》這一段 其實都很感動 因為《銀河修理員》對我來說 那個意義都很重要 因為那次是我一個很失敗的經歷 就是因為我唱不好這首歌 然後我都 因為這首歌有很多的批評 很多的挫折 然後我都 是的 這次真的可以唱這首歌 送回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很好的版本給大家 所以我也忍不住有一些感動 是的 復唱成功了 復唱成功了 是的 真的復唱成功了 有沒有一刻 看到小雪站在那邊的時候 都想叫你上台 因為本身 情緣庫說 會想上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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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她說沒有 她在台下 我看到她也哭了 哭到 雙腳也動不了 哈哈 哈哈 她做到誰 誰被你拍到 沒有 那時候 就是拍到副歌 因為她哭得很明顯 我覺得 嘴是 哈哈 她的樣子是特別扭曲的 哈哈 一看就看到她 是的 對 這次的一段時間 其實也很有心思 也選了很多不同的偶像的歌 是的 你自己也是的想法 沒錯 就是又是 我又選了一些我自己 從小時候開始聽的歌 就是令我喜歡了音樂的偶像 也有選一些 我入行以來 有什麼可以代表我心聲的 所以整個一段時間 其實都有想過 是我自己的音樂故事 是的 那這次都 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所有事情都表達了我 對大家的謝意 以及我自己的想法 你有沒有通常跟別人說過 有幾個偶像的歌 哦 我想 呃 偶像來說的話 就主要是日本 我始終都是聽人文歌 多的 那就是Yui 因為她是第一個 令我喜歡結他 亦都是令我喜歡音樂的人 是的 那之後就是Yosobi 以及Yoroshika 就是他們 是的 都是現在 很出色的 日本那邊的音樂人 那 那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聽到呢 哈哈 如果他們都有機會聽到 我這個 Cover就好了 現在是Yosobi的 追 你的粉絲的天花板 哈哈 送舞 對 是啊 我也想不到 我也很開心 Ikula 以及Alice 他們喜歡 我這份禮物 就是我 這個 音德 我一向就叫一些 沒有叫音德 其實都是在我 COVID 當時培養的一個興趣 因為沒有工作 然後 我在想 如果是 他們這麼難得來到香港 我要給一份禮物的話 那一定是 這個 那我就真的 在追趕show 之前 我都爆洩地 擠了兩盒給他們 所以我看到他們帶去銅鑼灣 逛街 我覺得很開心 他喜歡就好了 那今次的show 都很成功 和歌曲都很好 嗯 會不會 就是一場一定夠了 嗯 我現在 我本身很害怕的 就是會對我去做 但是經過了這次之後 我也想 真的有多一點 自己的個人show 可以和粉絲互動 是的 我都會努力一點 做多一點音樂 這樣的話就可以 全部都是我的歌 哈哈 那今次給自己多少分 嗯 我博盡無悔了 我覺得 都 八分的了 哈哈哈 哭少一點 就可以多一點分 哈哈 就是下一個位 是啊 沒錯 會不會下年啊 2024年啊 2024年啊 我還沒有任何計劃的 但是我自己就有很大的 嗯 就是想出唱片的想法 但是這個當然不容易 那就 要努力一點 是啊 我不知道 從前兩年說到現在 一點都不容易 主要是歌不夠 所以我下年要努力一點 做歌 大家給我一點動力 哈哈 可以啊 但是我今天其實也不是帶她的 哈哈 哈哈 她今天認識了 用了第二個 Taylor 哈哈 是啊 OK 我這麼有魅力的女生 經常有狂風浪碟 OK 平常 好 謝謝 謝謝